直流电机不仅用在我们的家用电器中 还应用在各种工业设备中 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将系统学习直流电机的结构和原理 让我们先从最简单的直流电动机开始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定子提供恒定磁场 旋转的电数由线圈绕制而成 线圈通过幻象器连接到直流电源 当电流流过线圈 根据洛伦兹定律 线圈上产生电磁力 所以线圈会开始转动 你会发现 当线圈转动时 幻象器连接到了急性相反的电源上 因此 电流产生的力会一直迫使左侧线圈向下 右侧线圈向上 这就让扭矩一直保持在与运动相同的方向 所以线圈会持续旋转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线圈的扭矩的话 你会发现 当线圈是差不多垂直于磁导线的时候 扭矩接近于零 因此 当你使用这种直流电机的时候 线圈的运动会很不平稳 现在我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给电机再加一个线圈 同时 再加一对观象器 在这样的布局下 当第一个线圈转到垂直位置时 第二个线圈会接入到电源中 这样 电机中的力是一直有的 此外 电机中线圈数量越多 电机的转动就越平稳 真实的电机中 线圈中间都有一片具有高渗透性的钢 堆叠起来的铁心 铁心可以使磁场相互影响 弹簧压紧在电刷上 可以使幻象器与电源连接紧靠 用磁体做成的钉子 一般用在比较小的直流电机上 更常用的结构是使用电磁钉子 用于产生电场的线圈 与转子线圈使用同一个直流电源 力次线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与转子绕组相连 并连或串连 两种不同的连接方式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机 并力直流电机和串力直流电机 串力直流电机有着很好的启动特性 但是当增加负载后转速会急剧下降 并力电机具有较低的启动转距 但不管负载有多大 它总能够以几乎横定的速度运行 不同于其他电机 直流电机有一种独特的特性 那就是有反电动式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磁场的变化会使线圈产生电动式 旋转线圈也是一样的 会产生一个与外部电压相反的电动式 反电动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电流的大小 反电动式的大小与转子的速度呈正比 电动机刚刚启动时 反电动式太小 因此线圈中电流过大 会导致转子烧毁 因此对于大型直流电动机来说 控制起始电流的大小是非常有必要的 还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直流电机 它既可以在直流下工作 又可以在交流下工作 想了解更多 请剪辑下一个视频